民国年间军阀横行 民不聊生 加上民俗之怪的盛行 无数令人挤背发凉的鬼怪传闻 在村野之间流传 黄庙村地宫美人正是以此为背景 讲述了一个以三姨太 鬼魂吞食少女为引子的 惊悚民国旋 自从20年前三姨太一家13口被灭文后 黄庙村就不断有少女离奇失踪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每到半夜村里人都能听到 死去的三姨太在哑哑哑哑的唱着昆曲 弄得人心惶惶 村民们口耳相传 都说这是三姨太的冤魂前来复仇 而多亏有异装的老头指人章 帮忙看管失踪女孩们的领位 村里人因此都对他感恩戴德 这天深夜 指人章拖着一具棺材进入了乱葬岗 在他准备挖坑埋人的时候 身后的棺材却传来了声响 指人章走近一看 棺材里躺着的是一个腹白貌美 却已经脸色发青的女孩 色心大喜的他摸了摸女尸的大腿说 就在这时一黑一白面目猙獰的两道身影飘过 指人章以为这是黑白无常前来锁命的 吓得连滚带爬里了乱葬岗 他没发现的是 棺材里身穿红衣的女尸悄然坐了起来 几天之后 指人章被发现死在了棺材当中 密密麻麻的纸扎娃娃覆盖在他身上 场面属实有点吓人 就这样 这部片子在红衣少女重盛的开头 锁定了故事的悬疑极调 让观众不仅想 女子是谁 为什么死 又为什么活过来了 剧情在这些疑问中 一步步的抽丝剥茧 最终揭露真相 不得不说在这个解谜的过程中 电影惊悚的氛围营造的是真的相当倒位 我们都知道指人是烧给侍者的 而做出来的小人身穿大红色的衣服 顶着一张惨白的脸 再加上两团红艳艳的腮红 多看几眼都让人心里发毛 就是这样的阴间玩意儿 在片子里却随处可见 比如刚进村走在路上 脚下踩的是指人 船道桥下水里飘的是指人 门口的叫花子还抱着一个指人 叫他龟孙女 明明是大白天 满世界的指人却透露出大半夜才有的神人 除了对中国独有的白石元素进行深度挖掘 这部电影也充分利用了我们的传统文化空曲 不管是一一压压 如气如素的戏腔 还是造型夸张的戏服 和浓墨重彩的脸谱 配上幽暗陈旧的环境 惊悚效果直接拉满 让人几倍发凉 顺带一提 影片中扮演女主的是一个上戏出身的戏曲演员 所以才可以在戏台上 将唱念作答表现得极为真实 可见片方的诚意 同样能看出制作用先的 还有电影的剧情设计 为了让故事饱满 黄庙村地宫美人采用的是多线发展的模式 从三条故事线出发 第一条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 黄庙村女子频频失踪 镇上指人章离奇死亡 由此引发了一个警探的主意 来到村里查案 故事也是从警察这个第三方视角展开的 通过调查取证最终真相打败 第二条是感情线 在棺材中死而复生的女主 重登戏台唱戏的时候 身为军阀之子的男主对她一见钟情 随着接触 两人感情逐渐升温 由此踏上了惩恶扬善的历县主 第三条就是我们的真相线 男女主在深入地宫的过程中发现 村里少女们的失踪背后 是身为军阀大帅的男主父亲 与当地警察局长暗地勾结 联合一个王朝太监 把村里的少女们囚禁在地宫里 还让他们吸大烟一遍驯服 把地宫变成了皇宫 把皇庙村变成了地府 在理清这个故事后 影片对民国时期女性命运的关注和同情 不仅让人感态 然而可能是编剧功底还不够扎实 多线并行的同时 也带来了叙事散乱的bug 电影一上来就是警察来查案 观众就容易先入为主地认为 破案是主线 正想着跟着警察揭开真相呢 结果警察刚查到女主身上 影片的视角就切换到了 女主复仇的故事线 一会儿将她以往的遭遇 一会儿又是她现在的复仇行动 东一郎头西一棒子不知所云 到最后片子又告诉观众 少女们失踪 是因为在地宫里染上毒瘾被控制了 搞得悬疑探案片 原地变成了一部禁毒宣传片 让人看得满头问号 如果说剧情碎片的话 还勉强算是小问题的话 那么后期从悬疑片转为爱情片 可以说是致命伤 要知道一般观众会打开这部电影 主要是奔着恐怖和惊悚台的 这些元素在前三十分钟 确实做得很精彩 但后面的时间里边 影片的重点却转到了填坑 以及讲述男女主之间英雄旧美 最后有情人阴阳相隔的爱情故事上面 再配上煽情的BGM 可以考虑送去民国虐恋的片场 最后总结一句 导演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探索值得肯定 但莫名其妙的剧情实在是影响 编剧可能是想悬疑惊悚 冒险爱情的元素我全都要 但最后反而是过犹不及 整出一个似不相的故事 这也正是这部片子 难以成为佳作的主要原因